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业障怎么来的 师父告诉大家 业障就是在虚妄处分别执着 所以人不能执着 这是我的 那是他的 世界上的人要学会对法律负责 我们学佛的人 修行的人 要学会对因果负责 你今天有因果吗 众因了 有果吗 所以 人 要早一点觉悟 那就早一点悟到 但是我们很多活在世界上的人 不学佛的人 他是病到方知 生事苦 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 哎呀 我的身体很好啊 我什么什么 没生病啊 对不对啊 等到腰痛了 你看看很多人 腿好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跳跳蹦蹦的 他没感觉到腿会不舒服 一旦哪一天腿不动了 不能动了 主的拐棍了 他才知道我是苦了 等到他好了 他又忘记了 他从来没想过 我今天两条腿走得这么好 那是因为我疗养了之后 我注意了我的身体之后 我才能得到今天这个回报 就是对别人好也是这样 因为我对别人好了 所以我才得到回报 别人对我好 所以健康的时候 要想到生病的时候 那就是哲学观 苦难的时候要想到 未来会好的 如果你今天还是很幸福的时候 你要想到 可能还会以后有痛苦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要留一下 留一个智慧 这智慧就是让你来平衡 你的心里的苦与乐 幸福和悲伤 所以人不求是 是自然成 我们很多人说 你天天求就不灵 你把它放下了 他哪一天通知你的 成功了 你只要去努力 最后成功一定是属于你的 所以我们说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那是一种智慧 我们生活原本没有那么痛苦 没有烦恼 也没有忧愁 但是当我们欲望太强的时候 我们计较太多的时候 我们背负了太多的痛苦啊 烦恼啊 忧愁啊 我们就产生了欲望 因为当你有太多的痛苦的时候 你的欲望就开始产生 我怎么样能够把它变过来 不要让自己痛苦 欲望啊 这也是一种欲望 欲望有善欲也有恶欲啊 我要改变自己 能够更好的这种欲望 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很高的境界 但是它是善欲啊 对不对啊 我今天要帮我女儿一定要考上精英中学 这是欲望吗 是 它是恶欲望吗 不是 那么它只是一个自私的善欲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如果你要有境界的话 你就会把欲望放得少少的 只管耕耘 好好地帮着孩子 问功课 跟孩子说 能考上了 孩子是你的福分 今天不能考上了 那么我们也不气馁 好好地修 所以只有懂得 控制好自己欲望的人 节制自己欲望的人 你才能享受到人间真正的幸福 你想想看 没有欲望的人幸福吗 吃饭了 什么都吃 幸福吧 这个我不喜欢吃 那个我不要 你说他吃饭 他都吃不香 他都有欲望 他都痛苦 对不对啊 大家说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好吧 我不喜欢跟你出去玩 因为他在 我就不去 你看看你的欲望 会不会让你损失了很多的幸福啊 不能随缘了 只有懂得不去计较的人 你这个人才能享受到 什么叫人间的和谐 什么叫菩萨的随缘 无所谓的呀 见一次少一次呀 大家今天交个朋友 随缘一起做点事情 那是我们大家的福分 说明我们还有缘分 对不对啊 只有懂得真正放下自己的人 你才能享受到 生活的自在和从容 从容自在 所以 讲到从容自在 再境界上一步 那就是解脱了 解脱是什么 解脱就是没烦恼呀 所以很多人 经常听法师讲 你要解脱呀 你要放下呀 很多人说 师父啊 什么叫解脱啊 什么叫放下 放下什么 解脱啊 师父刚才说了 没烦恼呀 你今天有烦恼不了 你想不通呀 你想通了就解脱了呀 什么叫放下了 放下就是不去想了呀 不去想你说 不去想这个事情也在 那么师父问你 你想了这个事情 在不在了 也在 你解脱就了不了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你现在先不要想 可以吧 可以 那你念念经之后 再来想 说不定这件事情 就解决了呢 那你不就放下了吗 至少在你放下 不去想的 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已经放下了 你已经解脱了 师父这么一解释 大家都明白了 其实佛法就是帮助我们 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和困难的呀 这很多人不懂啊 所以真正的佛法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让你能够 不要被自己内心的烦恼所牵盘 不要被你自己内心的欲望所控制 不要被你在人间的杂念所左右 所以放下就是修心 所以能够解脱 你就叫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他就想得通啊 没有智慧 他怎么能想通啊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 哎呀 排队排得正常 很讨厌 哎呀 买一样东西排得正常 哎呀 真的是很麻烦 很不开心 那有些人呢 他一看 大家都跟我一样 都在排队 都在等候 为什么人家能够等在那里 我就不能等呢 一想想通了 放下了 不烦恼了 这就是放下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修行修到最后啊 能自主烦恼 自己控制自己烦恼 烦恼来了 哎呦 想不通不开心了 忘记吧 我今天能够想通 今天车堵的呢 你已经来不及了 你非常难过 车堵成这样 那怎么上班怎么办 很多人烦啊 想赶过去啊 他就烦 他没智慧啊 有智慧的人 马上发个短信 某某某 对不起 今天我坐的车 正好堵得不得了 现在堵到某某路上 请您跟我跟组长讲一下 结束了 他在车上就不着急了 他就用他的智慧 在解决他的烦恼了 而很多人的拼命的 还想纠结了几分钟的时间 赶过去 就算还差五分钟 拼命的奔啊奔啊奔啊 你奔进去之后 大家一看 全科室的人 全office的人 一看你奔进来 都知道你这个人是迟到了 而那个打过电话的人 慢悠悠的 可能过了半个小时进来 人家还以为他出去 办事回来了 这就是智慧啊 这就是人要学会放下 所以业障能够消除的人 他就是有神通的人啊 你能够解决烦恼的人 你能说他没神通吗 你为什么没神通啊 你为什么想不通 所以你有烦恼啊 他为什么能想通 他为什么能够解决问题 他有神通啊 神是什么 精神啊 通是什么 想通呀 精神想通不就叫神通吗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博呀 要懂得解脱业障 解脱烦恼 解脱无名 都是解脱呀 解是什么 就是要解 就是要放开 脱是什么 脱离 你脱离了烦恼 你不就有智慧了吗 你脱离了业障 你不就有功德了吗 你脱离了无名 你说你有没有般若 你当然有般若智慧了 所以你这样才能 正信正念的修行 当你一直正信正念的修行 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不就是正等正觉了吗 你正等正觉 你就是菩萨了 正信正念的修到正等正觉之后 然后你继续修继续修 很努力的修 你最后不就是修到无上正等正觉 你不就是佛了吗 所以我们说修行 其实说很难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四五量心了 你把自己的心 拥有四五量心来控制好自己 你要慈 对不对啊 你要悲悯众生 你要慈善 人家说你慈善家 悲悯众生 你要有欢喜心 看见谁都笑嘻嘻的 看见什么事情都乐呵呵的去做 舍就是不失 我今天财不失 我今天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 我只要今天能够帮助别人 我就去帮助别人 那你不就是在做菩萨的事吗 你不就是四五量心吗 所以很多人说你我成不了菩萨 我成不了佛 因为我太自私了 没有 你不是自私 你是不敢去攀登和战胜自己内心的私欲 如果你战胜了自己内心的私欲 你就是拥有了无量的心 心中要懂得老想着别人的痛苦 你要感受着别人的难 别人有难了 你会很痛苦 别人的痛苦 你会心里总是想着 哎呀他很痛苦 我要帮他解决 你要去给别人的力量 你们学师父一样 别人有苦了 师父总是去告诉他 你要坚持 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他一定能救你的 师父这么坚强的给他的力量 他有信心了 他就能够活得很好 对不对 而且你要生出欢喜心去帮助别人 很多人去帮助别人吓人家 你看看你看看 你报应啊 你就是没好好修啊 你看果来了吧 你看生这种重病了吗 你要更加的努力去修啊 你不修随时会死掉的啊 菩萨也不动因果啊 你说这个人家 人家还活得了吗 人家怎么救啊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要欢欢喜喜的 欢欢喜喜的 所以有些人很喜欢笑 很喜欢开开心心去帮助别人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识啊 他总是给人家带来一种欢乐呀 哎呀你不要担心的啦 没事的啦 很多人跟你一样的病啊 都是念经念好的啦 你看看我自己过去什么病什么病 你看我现在念经都念好了 我是真的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一样 开心一点啦 开心啦 癌细胞都看见开心都害怕的 对不对啊 我问你 这种癌细胞 这种不好的东西 看见菩萨害怕不害怕 害怕 两种都害怕的 一种像金刚菩萨一样 他们害怕 那么你心中有金刚菩萨 还有一种呢 弥勒菩萨来了 他们也害怕呀 那弥勒菩萨哈哈一笑 他们到处乱跑啊 所以一个人 罚喜也能救人的 很多人一开心 他就改变观念了 他就不难过了 不伤心了 不悲伤了 所以 舍去自己的宝贵的时间 舍去自己的金钱 甚至救度众生 要舍去自己的生命 来救别人 这就是四无量心的真谛 就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 你要学观世音菩萨的词啊 悲啊 所以坚持的这么修下去 怎么不成佛呀 人怎么会不成佛呢 所以成佛的人 就是要用心 用心的人才能成佛 才能成佛 好 那么 师父呢 继续跟大家讲 我们要懂得智慧 要懂得智慧 这个智慧呢 称为 有 如来的智慧 不要人间智慧 人间智慧啊 计量利弊得失啊 哎呀 这个事情呢 我走这条路呢 可以省一点呢 我那个事情我可以省一点呢 不是这样的 如来智慧 那是一种大慈大悲 大智慧 那大智慧 不是世间的智慧 所以要懂得智慧 智慧又可称为 这个 般若 总相智 般若就是 菩萨的智慧 总相智 就是总的 相 就是相貌的相 智慧 实际上一个人真正的 学到菩萨的智慧 他 什么 都可以 相智 就是 你的 智慧 德能 全部 发挥出来了 你的智慧 所以你看 有的孩子在学校里 人家很喜欢 跟这个同学在一起 因为什么事情 他都能够想出办法出来 什么事情 他都能够解决 因为他能够分别 人间的智慧 总相智 是什么意思 就是菩萨的智慧 他能知道 你这个智慧 是高级的 低级的 是有私心的智慧 还是没有私心的智慧 这就是菩萨抱怨 所以要做到般若别相智 般若别相智 就是你的般若的菩萨的智慧 分别于其他的相和其他的智慧 就是不同于人间之相 你能够知道和理解每个人的习惯 和他们的性格 你这个人就有总相智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做般若一切智 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 他是对什么事情都有智慧 有些人这个事情有智慧 那个事情就没智慧了 有些人在这方面也很有智慧 在那一方面 他就没有智慧了 所以般若总相智 就是一切智慧 所以修行必须要懂智慧 这叫以法相应 你去看好了 这个一个法一定是相应的 所有学佛的人 所有有智慧的人 所有学佛的人 他都有智慧 所有境界高的人 学得好的人 他一定有般若智慧 所以法法皆通 学佛的人都是这样 你不管哪个法门 你看他们的长老 你看他们的上师 你看他们的大和尚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 自古以来有很多高僧大德 你看看他们讲出来的话 他们给人间带来的 布施的法布施的智慧 那都是般若的 很高尚的 所以自己要检查自己 有没有智慧 你就知道 你自己修行修道 什么程度 你碰到事情就痛苦 碰到事情就烦恼 碰到事情就想不通 对不起 你还刚刚入门 如果你能够碰到事情 就想通 碰到事情 虽然有一点难过 一会儿就过了 那你已经入门了 谢谢大家